专台第一位新主兵开办的古典教育 自转新主兵专班 今年在环球科技台航来开课 总共是有15位的新主兵保命最高 有来自印尼、越南、中国典国家 航空万位就要减轻新主兵的经济厚到 每一人的学位都减少8千块 这对着很多少年就近来台湾 无机会设置新主兵来说是相当的感动 音标写的党中心各特色 体調合力是人生相大幸好 感觉非常感兴感兴趣 新主兵想要在台湾接受高丁教育 已经不在10万 今年环球科技台航行立专台 第一新主兵立专班 开核这天 郝芳亚特别邀请教育部长5千级的演讲 鼓励大家还是有这么多 环球科技大学有关进修院校跟终身教育这一方面 非常重视多元的全方位 所以这一次的新生包括了新住民部落大学的孩子 也来这里进行回流教育 今天吴部长来是以终身勤学习 记者有蓝天为主要的一个主轴 鼓励学生对于记者的一个务实致用 将来能够有大贡献这样的来举出很多实力 让新主兵有力专专班组合 背后要感谢这位来自一年的谢丽娜 她表示这几年背国中的校生在达职时 常常被记忆临立 这些决定等来好好进修 要在达职过程中发现新主兵 要在台湾就有很多困难 教育部不是要开放东南亚母艺的人才讲师 所以我是鼓励给那些新住民的朋友 就让他们可以进修 然后让他们透过他们的学习能力 然后可以帮助 或者是可以分享他们多元文化的课程 然后可以栽培他们成为一个 有比较深度的讲师 欢迎口气大学理专心 住民专班保健有25位学生 感谢观看